大家一忘了大概百分之七八十 大概都已經差不多 所以回去 也許我們課程結束 你回去有時間再反覆去看 你會發現原來上完之後回去看 其實很多前面不懂的 現在可能就比較容易了解 好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 select 這個我想應該沒有問題 就選D1的儲存格 再來的話就是說 公司的部分呢 錄下來它通常會叫 active sale 就是目前游標放的這個 active 就是活動的嘛 就是正對選取的這個儲存 那後面加formular 就公式 後面加r1c 那前面我們也有類似的 不過要是我們自己撰寫的話可以改 我有講過嘛 這地方當然你可以把它改成不要active 你可以把它改成這個叫什麼呢 sales刮壺 那因為游標放的位置是在幾列呢 一列 逗點 藍的話是 低的話是4嘛 所以如果說你要撰寫的話呢 一般自己也可以寫啦 其實寫成這樣 一般會寫成這樣子 就是 在那個哪一個sales的點formular 後面不要加r1c1 因為r1c1它是一個相對的座標 有時候很難算 什麼左邊右邊上下的關係 一般的話呢就直接打一個formular 這樣子一個表現方式 不過兩種方式當然你自己可以斟酌啦 有的時候我覺得active sales其實還蠻不錯 為什麼 因為你不用下去算了吧 反正游標在哪裡就是哪裡的嘛對不對 那只是說後面這個地方r1c1其實可以把它刪除 也沒有關係 再來的話呢就是range.slate 這個地方應該這個應該是在上面這裡才對 那這邊有一個複製喔 那應該少一個喔 這邊應該選取 這個應該第六喔 選取這個e1 這邊應該就選e1 不過這裡的話當然也可以改進一下喔 因為我們前面是把它直接貼到d1上面 就沒有再多一欄啦 這裡的話多一欄喔 結果當然也是一樣ok喔 好那最後的話就選擇性貼上只有值 那至於選擇性貼上只有值 裡面有一些參數啦 我想這部分當然也不需要刻意去記啦 你就大概知道這一行的作用是這樣子 以後可以拿來用 那最後再把它切回去到第二工作表就可以了 這個是初題的一個公式的一個大概的說明 那最後run出來的話呢就類似像這樣 有不要先放這邊對不對 點一下初題 就自動重新再出一次題的 ok好 再來的話呢最後就是要平分 平分 所以呢再來我們就是 對